這五十個上街頭的 我很佩服 而且我全力支援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臺灣不是有很多女性團體嗎 怎麼一個聲音都沒有 太奇怪了 我不是嘴巴講支援他們 這五十個人死後一年內 如果有人受害 我全力支援 要捐多少錢 我都捐 我公開講 我都捐 不錯 說到做到 但是以目前阿富汗的情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過渡時期 所以包括喀布爾的當權派 還有各地的散兵游泳的塔利班 包括ISISK 還有中國 蘇俄 美國 大家都各有盤散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小心謹慎 就是說這個機會 我不能失去 能夠多吃一點就吃一點 我也同時在看別人怎麼做 總是在這個各方角逐的這個場合裡頭 我不能是一個rooster 我一定要是一個winner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的情況 但是有一點我是相當反對的 然後你正不要臉 你現在還要結合卡布爾的塔利班的當權派 去打ISISK 我已經講過了 ISISK為什麼跟美國結仇這麼深 所以我認為只要ISISK 不管他基地在哪裡 只要他不犯你 只要他沒有到美國本土 去炸你的大牢 去殺你的人 我覺得老美最好放手 我覺得他如果這個ISISK在 那個 阿富汗裡頭作亂 那你就像卡布爾的塔利班 跟他跟他兩邊處理就好啦 你何必插一手呢 你現在為什麼你走了以後要回頭 要結合你剛剛 沒有辦法打贏的對手 去處理另外一個對手 這個恨啊 這個叫此恨綿綿無盡期 你知道 這個老美他那種 就一天到晚要鬥 然後一天到晚要占人家便宜 還有一天到晚 只是不曉得怎麼打才算是漂亮 我跟你講他如果犯你 我贊成你把他幹掉 但是他如果不犯你 沒有到你國境內的話 你少做這種打算 你做這種打算真的很不搖臉 來來來來 進跑外交怎麼看 他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是說 因為ISISK對科普爾機場發動了攻擊 所以他死了十三名 他死了十三名的美國 美國士兵 選在選環 所以這些都一定要一定要還 這個對於拜登現在慘敗的 就是非常淒慘的撤退了之後 現在這個的確是拜登的問題 就在於是說 他就形式上來講 他不得不跟塔利班合作 因為塔利班現在他逐步的掌握政權的情況之下 他唯有跟他合作 他才能夠知道才能夠掌握 這些的恐怖組織的一些的動態 那美國的問題就像是 沈大佬剛才講的 他現在的危機呢 就是發生在假設基地組織或者是ISISK 他對美國本土發動攻擊的話 那拜登該怎麼處理 他就算不對美國本土攻擊 他對於歐盟的對於其他的國家 對他的盟國如果造成了這個恐怖主義的外擴的話 那他這個局勢就會變得很難收拾 所以說現在美國要面對的阿富汗的局勢 就在於是塔利班他積極的希望獲得國制之間的這個承認 這個承認的背後就是他希望你解除你的 解除他的資金的凍結 他有這個資金了之後 他才可以去買通各個派系 買通他底下的所有的人 他才能夠有辦法的建立一個政府 否則的話他動彈不得 那現在美國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必須要跟中國大陸 他必須要跟俄羅斯要跟這些國家呢 共同的去處理阿富汗的局勢 那中國大陸呢現在 現在來說他其實也是 也是在步步為營的去觀察 整個阿富汗未來局勢的一個動向 大陸方面呢 其實把話其實說的是很清楚的啦 在美國的這個氣候特使呢 凱瑞呢去見王毅 去見楊潔篪的時候 其實方向就很明白 美國的態度就是我們切開來 氣候的問題談氣候 然後呢其他的問題呢 稅的問題呢談稅的問題 貿易的問題呢談貿易的問題 可是呢我總的這個戰爭來講呢 總的對抗來講呢 我還是要把你中國大陸呢 當作是一個最大的一個競爭對手 所以我今天從阿富汗這邊撤了 我是要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 但中國對中國來說 他就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不能夠一籃就是不能夠切割開來處理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